第1頁 電池學的觀念 我們很快的把第1頁稍微給大家複習一下 上學期學過的一些東西 還有基本上電池學的一些很重要的觀念 比方說我們上次講電荷不滅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觀念 只是說你這個觀念要怎麼樣用數學式子把它寫出來 因為你寫出來之後後面才能夠去計算 再下來就是我們講這個Lawrence Force 就是一個電荷 我們假設Q好了 它在一個電磁場裡面受到的力要怎麼算 電池場裡面有電場有磁場 所以它基本上會受到電力的作用 會受到磁力的作用 電力我們知道電力就是電場給它的力量 所以電場基本上的定義 我們前面講到定義 就是講到基本的物理觀念 有人說電池學很難 因為牽退了一堆人 然後有人說電池學公式很多 然後又很抽象 那不管怎麼樣 至少你基本的觀念要知道 OK 比方說每一個每一個每一個的物理量的定義要知道 它是從什麼樣的實驗裡面 去歸納出來的一個結果 然後從那個結果裡面去定義出 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然後再做後面的計算 所以電場一的定義就是電荷受的力 單位電荷受的力 那這是電場給它的力 那磁場給它的力呢 那磁場給它的力呢 大家以前有學過嘛 磁場就是你一個電荷在磁場裡面運動的時候 它會轉彎啊幹什麼 然後會受到一個跟磁場 還有運動方向都會互相垂直的力 那那個大概一開始也是從實驗去觀察 然後歸納出來 所以磁場給它的力是U cross B 所以在一個電磁場裡面 各它會受到這兩個力 然後把它加起來 就是所謂的Lawrence Force 那第五個 叫做電流跟電場的關係 J等於 那前面有些字我們就不寫了 有時候會看到不同兩種寫法 這個電流J是電流密度嘛 單位面積流過去的電流 然後電流是載子的運動 所以有一個方向 流動的方向 所以J是定義成那個流動的方向 所以那個 大家做實驗的時候拿安培劑 拿生用電錶去量到的電流 多少多少 安培 那個安培是一個存量 知道嗎 所以 那個實驗上面 你用生用電錶量到的電流是沒有方向的 因為它是流過一個很大的面積裡面的總共的電流 可是 我們在討論電磁場就是說 在某一個位置 某一個點上面 電場多大 電場多小 受到多少的力等等 所以你也有時候要討論說 通過那點的電流有多少 所以你就去 可以這樣子定義出一個電流密度 那個點的附近一個面積 很小的面積 然後流過去的單位面積有多少電流 那個就會有載子運動的速度的觀念就可以放進來 因為一個點上面是可以定義載子的速度的 所以它就變成一個向量 那當你這樣子寫的時候 比方說電流 基本上是電流的大小 跟什麼有關呢 跟電場有關 所以假設正比於電場的話 這個式子在什麼時候適用 或者什麼時候我們會用上面這個式子 歐姆定律 歐姆定律 對 好 大家知道這叫歐姆定律 那什麼時候你該用歐姆定律 什麼時候該用下面那個好像沒有名字的定律 或是公式 歐姆對不對 大家知道歐姆 歐姆就是一個電阻是多少多少歐姆嘛 所以歐姆定律 比方說 基本上這個東西 你只要在有電阻的環境材料裡面 你要討論它的電流運動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用這個東西 要用上面這個式子 那大家知道這個是告訴我們說正比於電場儀 所以你有電場就有電流 沒有電場就沒有電流 下面這個呢 這個U大概是載子運動的速度 這個Rho是什麼?載子的密度 電荷的密度 所以下面這個公式一般來講是描述 其實它沒有告訴你說這個電流或是這個U是怎麼產生的 它就有告訴你說假設我知道電荷的速度 U的話 那我知道有多少電荷就是電荷密度的話 那這樣子在運動的電流代表了多少多大的電荷 多大的電流或是這個多大的電流密度 所以這裡面並沒有告訴我們說速度是怎麼產生的 可是這個式子基本上告訴我們說這個 速度或是電流的運動是電場依所構成的 所以這兩個式子有時候你要用不同的 在不同的環境之下用不同的狀況 那最後一個就是講potential potential是這個3不50就會出現了 Curl1等於0嘛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那個 靜電場、靜磁場 那所以這個什麼? 這叫做靜電場是沒有Curl 它是保守場 然後靜磁場是沒有Divergence 因為它沒有單獨的南極北極 所以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第二章就告訴你說 如果任何一個向量場 Curl1等於0的話 那它一定可以寫成 數學上面 數學上面 它一定可以寫成某一個存量場 我們把它叫做V 存量場的Gradient 通常我們會加一個負號 因為跟做工 你到底定義 做工怎麼樣叫正 怎麼叫負有關 所以數學上 這是一個存量函數 這是一個相量函數 那 物理上面這個就是電場 電荷受得力 這是什麼? 這Potential 電位 或是跟電位能有關 這是跟能量有關的一個東西 那所以 這兩個是有 是基本上 你知道V就可以算E 然後理論上你知道E也可以去算V 所以有時候你要去算問題的時候 你就不太會算E 因為電場是一個向量 向量有三個分量 比較不好算 所以有時候你就會先算它的Potential Potential是一個存量 就比較簡單一點 你把Potential算出來之後 再去做Gradient 就可以得到電場 那同樣的 任何一個向量場 如果Divergence等於0的話 它一定可以寫成什麼呢? 寫成另外某一個向量場的 那個 的curl 那所以 同樣的 有時候你要去算 某一種情況之下 到底有多少磁場的分布 有時候你直接算磁場 可能不好算 那你就可以先算 這個A 我們叫做Vector Potential 第六章有講過 那你把Vector Potential算出來之後 再去算它的curl 那最後 這一頁最下面一個小的 就是應該大家都知道 在 進場的狀況之下 電場E 磁場B 基本上是兩個 看起來好像是沒有關係的東西 也就是說 式子裡面 都只會出現 E相關的 或是只出現 B相關的 那你要解 單獨解電場就可以解 單獨解磁場可以解 這是在進場的時候 當然到實變場就不一樣了 所以就變得比較有趣一點了 那就是我們這一學期要上的東西了 好所以 簡單的 這個 複習 有沒有什麼問題 再這樣我們就正式開始來上這次的東西了 我們先看一下7-2 不過7-2其實 大家看一下講義那個 下面就是 有一部分 我們一開始講EMF 那EMF其實 在課本裡面是5-3 所以可能 因為 我們應該已經上過了 那我們就稍微再講一下 我們現在大家看第一點的部分 這邊我們講三個東西 一個叫 靜電廠 Electrostatic fuel 一個叫做 靜電位 Electrostatic potential 然後 最後面這個是 EMF 叫做電動式 那這三個有什麼不一樣呢 或是說 為什麼有人會覺得它一樣呢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這三個裡面 靜電廠 我們不然知道靜電廠就是 E 然後還有一個 V 還有一個 EMF 其實大家看一下這三個單位 不一樣 所以單位不一樣東西一定就是不一樣的東西 OK 那我們前面講過電廠 E的定義 就是 單位電荷受的力 所以你如果看它的單位的話 它可能是牛頓除以庫輪 假設庫輪叫做C的話 每一庫輪說多少牛頓 那當然我們通常 這個電磁學或是跟電有關裡面 可能不會用這單位 我們會用什麼呢 我們用Volt Per Meter 每單位距離的 Potential的變化 因為其實是從這裡來的 這個gradient就是 對距離的變化 那基本上我們前面講過這是一個力的觀念 那V就是用Volt 那Volt我們前面講過因為 它是電廠的路徑積分 所以它基本上是能量 一個電荷或是所謂的一個單位電荷 或者在靜電廠裡面擺在不同的位置 它相對的能量有多少 那EMF的單位是什麼 日常生活裡面 哪些東西是用 哪些東西的觀念是EMF的觀念 或者其實大家應該想啦 很多同學說這個電磁學太抽象太複雜 然後我不知道應用是什麼 其實在這個時候大家就會想 我們現在講這三個東西 那顯然E跟V 應該大家都知道的差異 或是關係是什麼 那這三個東西在日常生活裡面 什麼時候會碰到E 什麼時候會碰到V 什麼時候碰到EMF 對 你們自己要去想一想 所以如果你都把這些東西想得通的話 其實你大概就知道 物理觀念上面應該就OK啦 所以希望 這樣可以降低大家覺得 電磁學很抽象 的這種感覺 這個EMF就是什麼呢 比方說大家去買一顆電池 電池可能1.5V 如果是乾電池的話 一個鋁電池是 多少 來 我們開始拉近 電池學跟日常生活的距離 好不好 一顆鋁電池的電壓是多少 我們叫做電壓好了 你電池定壓大概3.6V 3.7V 那這個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當電機系現在學到第三年了嘛 然後再過一兩年就畢業了 畢業以後 很多東西 跟電機有關的東西好像變成你的 變成你的 日常生活的本能了 所以 比方說一顆電池有多少幅 你買得到多少幅的 電池這個要知道 比方說 老師叫你去買一顆8幅的電池買得到嗎 9幅的電池買得到嗎 有人買過9幅的電池嗎 沒有還是現在都不用買電池了 反正手機裡面都裝好了 而且不能換 這些東西 可能大家不好意思回答 我們只能這樣說 不過還是要 自己要去大概知道一下 大概的這些狀況 所以那個一顆電池1.5V或是3.6V 也就是那個電池的兩端 一個正端跟負端 證端相對於負端是1.5V的壓差 如果你就壓差的話 這個電池的 端電壓或是這個電池能夠提供的 EMF就是1.5V或是3.6V 一般來講你用的 你用三用電錶去量到的任何東西都是EMF 靜電廠很難量 大家可以量得到 電錶可以量到的都是EMF 雖然 這個也叫做V 多少V多少V 這兩個V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會講 什麼時候會碰到電廠 那個大家用手機對不對 大家覺得手機會致癌 會得腦瘤 對不對 然後有人覺得坐在高壓電下面 可能會得癌症 什麼的 那個時候 如果你覺得它是電廠的效應的話 你就要用電廠去解釋 因為不是用電壓可以解釋 電壓是差嘛 就這邊跟這邊的差 所以那個差會造成一個電廠 當然有人是用磁場去解釋 有人用風水的磁場去解釋 那就另外的事情了 另外一個什麼呢 對可能前面第三章有講啦 就是像 閃電啊 打雷啊 為什麼打雷會打在 避雷針上面 為什麼會打在樹上面 不會打在一個平地上面 正常來講 因為 你某個地方電廠太大的時候就會發生 breakdown 崩潰 而空氣的分子會被游離 所以 那個也是電廠的效應 OK 因為電廠給的是一個力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主要我們看什麼 這兩個V有什麼不一樣 單位都是V的這個東西 為什麼叫不同的名詞呢 我們看一下那個 這上面一大堆文字 大家回去自己看一下 可以嗎 我們等一下基本上講這個東西 我們先講這個V 或是這兩個 這叫進電廠 進電廠意思是說 假設這空間裡面充滿了進電廠 然後我有兩個點 那我有一個電荷從這邊 這兩個點叫P1P2 所以假設有一個電荷 受了這個空間裡面的進電廠的作用 從這一點這樣子沿著某一條路徑走到這邊 然後假設 它又走回來 所以它形成一個封閉路徑 保守廠告訴我們說 如果進電廠是保守廠告訴我們說 你這樣一路走 因為它在走的時候這邊可能會受一個 電廠的作用嘛 所以電廠給它施力就會做弓 那如果是保守廠這樣 走一圈 做的弓是零 它 回到原點 它就跟原來的能量狀態是一樣的 但是你要走得很慢 不可以有速度 所以就走得很慢 所以這個是保守廠的 這叫conservative 這個保守廠的觀念 那我們現在假設說這個 所以在這個裡面 你前面這段假設電廠給它 增加了某些能量 可是你後面這段 這些能量會回到進電廠裡面去 所以這整個系統的能量是沒有改變的 如果你回到原點的話 那我們現在假設同樣是這個回路 同樣是一個封閉路徑 假設我現在是怎麼樣呢 我把它串成一個電路 我們所謂的電路 所以電路這邊 通常這邊可能是一個什麼 電壓源 pulse supply 電池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source好了 然後這邊可能是一個電阻 或是你的手機 等等 所以這叫做load 所以你這樣一串起來之後 同樣的裡面會有 電流在裡面流 那電流就是電荷在流動 一個q 在裡面流動 那我們知道你這個電流這樣子一流之後 電流經過負載 會消耗能量 那如果是電阻的話 簡單來講就是變成熱 不見了 那不見了就是說 變成熱能就不是電廠的能量了 所以這邊就有能量就不見了 就離開了這個電池廠 電廠 或是所謂的靜電廠的這個範圍了 可是這個電荷這樣子走一圈 因為是電流所以它是不斷不斷不斷的在流 所以其實電荷會一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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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每走一圈就能量跑掉了就能量跑掉了 可是 那意思是你從能量不滅的角度來看 這些損失的能量 一定是要從某個地方來的 這些損失掉或是消耗掉的能量是從哪裡來的 就從這個sauce 所以這是有一個energy的 所以它會得到若干的能量 gain的若干的能量 然後 所以從這個sauce裡面的能量經過這樣走一圈之後會從這邊跑掉 那可以 可是它不斷的經過這個sauce就不斷的得到能量 不斷的損失能量 就是這個過程 那假設這是一個電池的話 對不對我們知道一個電池有一個斷電壓嘛 我們剛剛講說比方說1.5V或是多少V 所以說假設這邊是一個v 我們選一個符號就叫v 所以一個q經過一個v可以得到多少的能量 qv嘛 對不對 所以我這裡面得到的能量就是會等於什麼呢 這個gain多少能量呢 就是q乘上所謂的電池或是sauce的這個端電壓 那另外一個 也就是說我從這個sauce的所謂的負端進去 一直出來從正端出來 它的能量正端的電子 當電子在正端的時候它的能量比它在負端進去的時候能量來得高 所以這個電荷具有一個比較高的能量 那我們從電廠的觀念來看 為什麼它經過了 它好像流過了這個東西叫做sauce的這個區域之後 它會得到能量呢 好像我們就可以用什麼 用一個等效的eI 一個等效的電廠 代表說它從這裡然後這樣子流流流流流流流 經過這段路徑跑到上面之後 它得到了若干的能量 然後現在那個能量是這個等效的力 或是電廠是一個力嘛 這個力在它運動的過程裡面給它做的功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把它怎麼樣呢 把這個好像等效的所謂的內建的電廠 這不一定是真正的電廠 因為像電池 電池是化學能量轉換成電能 所以其實你流過去是經過一些化學的變化 不一定是真正的所謂的電廠 跟我們前面定義的這個電廠可能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可是我們還是把這個過程 就是一個Source能夠對一個電荷做工 提供它能量 像這個過程為一個等效電廠來代替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把這個Source 它能夠給單位電荷多少能量 把它定義成它的EMF 所以EMF基本上的觀念是一個能量的來源 能量的Source 對電荷所提供的能量 或是它能夠對電荷做工的能力 基本上概念是這樣 所以它不是說像是靜電廠裡面是不同位置有一個不同的 所謂跟位置有關的一個能量的狀況 或是跟位置有關的一個相對的能量 它講的是一個Source能夠提供 電荷多少能量的能力 那這些能量通常 不一定是電的能量 我們前面講過 它可能是化學能 可能是其他的能量轉換過來的 所以大家要區別這個V跟I 我所謂的靜電廠跟EMF主要的差別在這邊 那靜電廠最裡面的這個EI很顯然就不會是一個 等效來講 等效來講就不會是一個所謂的保守場 因為你一直不斷在跑來跑去 就一直可以不斷的 假設你這邊沒有load的話 好像理論上看起來一直跑一直跑 能量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如果它沒有消耗掉的話 所以觀念是這樣子 有沒有問題 好 那下面就是它的 我們講它的物理上面的觀念是這樣 那數學上的定義呢 就是這個V 這個EMF 我們定義成什麼呢 定義成就是這個Source 它從負端到正端的一個 所謂的 這個等效電廠對 你流過去的那個 那個路徑的 做工之後的那個積分 所以再來第二點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講了這個EMF的觀念 然後法拉第做一個電池感應的實驗 這個實驗大家已經有聽過 我們就很快的講一下 假設說我下一個線圈 然後這個線圈放在一個磁場裡面 所以這個線圈 所謂線圈就是它大概是圍成一個面積 然後 可能最後形成一個回路 然後這個磁場通過這個 這個面積 所以基本上會有磁通量 磁通量大家還記得吧 磁通量就是 這個磁場在那個面積上面的 Total的面積的積分 那法拉第做實驗就發現 如果現在B是一個跟T有關的 函數 或者說它是一個十變的磁場 那十變磁場最簡單的就是 你可以拿一個磁鐵嘛對不對 然後這邊動來動去 在線圈的附近這樣動來動去 那法拉第當初可能就是這樣子 發現磁鐵在附近動來動去 發現有什麼奇怪的現象呢 你就發現 這時候如果我把它連成一個回路 這個還沒有一個回路嘛 然後我把最後外面 外面再連成一個回路的話 我就發現有一個電流會流過去 如果磁場你的磁鐵不動 磁場不會隨時間改變 就沒有電流 這是法拉第的所謂的電磁感應 好像磁場的變化會感應出一個 電流啊 電荷啊 或是斷電壓 的這個觀念 所以這個叫做 這個 它的 電磁感應的 實驗 然後那些英文字大家就自己看一下 那 當然這是一個現象 我們研究科學的目的 法拉第就是說你要把現象寫成量化嘛 量化就是寫成數學式值能夠去計算 所以法拉第就發現 到底我這個磁電的磁場 跟感應出來的電流 或是跟電相關的一些物理量之間有什麼關係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所以我現在 你這邊有一個電流流過去 就比方說什麼呢 比方說 我這邊有一個電流 可能有一個電流I嘛 那通常來講 電荷 當裡面有電荷會流動是表示有電場作用在上面才會流動 所以意思就是說其實 在這個空間裡面 包含在這個線圈的內部好像有一個電場 然後這些電場會推動 導線裡面的電荷然後形成一個電流 OK 那這時候如果你在這裡去量這兩點 其實你可以量到一個端電壓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邊整個空間裡面因為磁場的變化 整個空間裡面都會有一個感應出來的電場 就是後面所謂的 就是電池感應出來感應的電場 那這個感應的電場你去沿著一個路徑的積分 從這一點到這一點 它會有一個所謂的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作用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你怎麼把這些東西用一個數學式子串起來呢 我們就看一下7之2的最下面那一段 我們現在假設這個線圈圍出來的這個面積 有沒有 這個面積叫做S 那 很顯然這個線圈就是這個面積的那個 那個周長嘛 所以我們假設一個路徑叫做C C就是沿著這個線圈這樣繞一圈的那個路徑 所以Surface S 然後Boundary邊界C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 假設你可以想說 假設有一個單位電荷從這個路徑的起點 一直沿著路徑這樣子積分到終點 就這一點到這一點 然後一個叫正端一個叫負端 這個時候 或者說 我們把它想成是一個封閉路徑好了 所以這個時候 它就會得到一個什麼呢 我們去算電場對路徑的積分 這個電場 1 是因為這個磁場會隨時間改變而形成 而感應出來的 所以把這個感應出來的電場 如果我們沿著一個封閉的路徑積分 如果這兩點靠得很近的話 那我們知道封閉路徑通常會加一個 一個圈圈嘛 然後沿著這個特定的路徑C的積分 那你就發現當磁場會隨時間改變的時候 這個會不等於零 然後這個電場 或是這個端電壓 兩端的端電壓就是推動這個感應電流在裡面流動的來源 所以我們把這個叫做V 寫錯了 應該是那個V 所以這個V 基本上 是一個EMF 對不對 因為它顯然不是一個保守場 如果是保守場的電場的話 這路徑積分機出來會是零 可是 如果你有磁場在改變的時候 你去算它感應出來這個電場 它其實不是一個保守場 那不是保守場就是 它會形成一個連續流動的電流嘛 那好像說 這個線圈 我們不管 就你把這整個線圈 包含可變的磁場 整個當作一個 一個東西的話 它就是等效是這邊的一個Source 它可以連續的去推動電流 在一個回路裡面流動 所以這就是它的EMF 那 法拉利誤去研究吧 那這個EMF 跟磁場或是磁場的變化有什麼關係呢 然後他就算一算 他就發現 這個東西不是跟磁場有直接的關係 不是跟磁場的 這個B有直接的關係 它是跟磁場在這個線圈的面積上面的積分 也就是說跟磁通量有關 那就是講一頁的下一頁 所以磁通量 這個φ 那個英文字我們就不超了 那個Magnetic Flux Linkage Flux有什麼叫做Linkage 因為說你會有好幾圈 那我們現在講 Flux呢 簡單來講 Flux就是 B 在 在什麼呢 在S這個面積上面的積分 那這裡面這個S跟這個C是有關的 這S跟這個C 就是說 C 是S的那個邊界 就是那個面積的邊邊 所以這兩個是有關的 那 所以他法拉利發現這個V其實是和這個φ有關 那當然你這邊是T的函數嘛 所以φ就是T的函數 會隨時間改變 所以法拉利發現什麼呢 就是法拉利定律 這個V會等於負的Dφ DT 這叫φですLaw DF 那你這個公式寫出來就是我們所謂的量化 你把你的實驗結果歸來後就可以這樣子 你把那個 東西帶進去是可以算那個數值出來的 下面有三個註解 大家看一下那三個註解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公式 或是這個實驗上面的發現是 這是很多很多很多電磁學裡面的基本的現象之一 所謂基本的現象 意思說這個東西 基本上不可以從 就沒有辦法從其他的 東西 推導出來的 就像什麼呢 比方說庫倫定律 或是我們前面講的Lawrence Force 尤其是 為什麼Lawrence Force的U跟B cross之後會跟Soul的磁力有關 這是實驗歸納的結果 也就是說它會變成我們所謂的Maxwell Equation裡面的部分 因為Maxwell Equation在這個 會被我們視為是電磁場的基本的假設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 在這個式子裡面 大家看一下那個右邊 V是 電場的積分 Phi是磁場的積分 所以這個式子左邊跟電場有關 右邊跟磁場有關 所以這個實驗 把電場跟磁場連接在一起 也就是說電場跟磁場 在十變的狀況之下是有關的 跟我們前面講說進場的狀況沒有關是不一樣的 那第三個就是前面有一個負號 那個負號跟人次定律有關 我們在後面會講 所以意思就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 我們剛才稍微提到了一下 當你這個 這個B跟磁場有關的時候 其實電場好像就變成了一個非保守場 非保守場跟我們前面一開始講的電場的基本假設 Curl 我們剛才插掉 就是那個Curl1等於0 或是靜電場叫做保守場好像不太一樣 所以十變的電場其實 或是十變的磁場感應出來的電場 其實不是保守場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之前的那個 Curl1等於0 的那個假設 需要修正 也不是說它不對 因為 這是兩個不同的狀況嘛 一個是進場 一個是十變場 所以需要修正 那怎麼修正呢 就是 再下來講一下下面這邊 好啦 就那個 有關電場的這些基本的假設要修正 那大家記得我們前面講說這些 電場或磁場有四個基本假設嘛 那每個假設都有所謂的積分式跟微分式 雖然說它們實際上是一樣的東西 可是有時候解釋起來 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積分式跟微分式各是什麼 那這裡面大概說什麼呢 我們把法拉第定律 這個東西把它當成是一個基本的現象 然後我們變成所謂的這個基本的假設 那這個假設要怎麼寫呢 Integral form Integral form其實就是上面這個東西嘛 因為這個是電場的積分 這是磁場的積分 所以它的基本的假設裡面第一個 積分式就是告訴我們說 電場的積分 沿著路徑 而且是封閉路徑的積分 基本上會等於 負的 基本上會等於負的 這個對它的微分嘛 所以我們把它寫成 磁場對時間的微分 把這個DT把它搬進去 然後大概phi原來是Ds的積分 對面積的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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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 可是通常我們會 所以這是 我們叫做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Induction 就是感應的意思 就是電池感應嘛 電池感應你把它寫成基本的假設是這樣子 那 這叫做積分式 那微分式要怎麼辦呢 微分式就要寫成 類似什麼curl 或是 divergence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積分的東西改寫成尾分的東西 那我們知道 大家如果回憶一下 上一曲教的 這個是所謂的一個電廠的環廠機嘛 環廠機在算什麼呢 或是 有時候我們把環廠機定義成一個叫做circulation 好像你沿著操場這樣跑一圈 或是水 那個漩渦這樣子轉一圈 的那個旋轉 的那個量 所以那個會跟什麼有關 那個跟 旋度 有關 上次有稍微提到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東西這一項 把它改寫成什麼呢 這個是繞著路徑c Total的circulation 那會等於什麼呢 會等於在 這個c所圍出來的s上面的curl1的面積積分 因為curl1是單位面積的 電廠所具有的circulation的量 那你單位面積有這麼多你乘上一個小面積 然後把它加起來就是這個總面積上面的circulation 總面積上面的circulation 另外一個定義就是 沿著這個面積的邊界 去做 電廠的路徑積分 所以數學上面是這樣子 所以你去比較什麼呢 你去比較 當然這邊是s 所以你去比較這兩個式子 這兩個式子都是對面積的積分 然後這s是任意的s 所以 對任意的s 這兩個都要永遠相等的話 就比如說這個被積分函數 是相等的 才有可能 在任何的s情況下都相等 所以這個differential form就是 這兩個會相等 所以這邊就是curl1 等於-partial b partial t 我們把它畫起來 這個 OK 所以這個是把法拉第的這個實驗 歸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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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改寫成積分式 或是改寫成微分式的 結果 這個到目前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的話 下面有兩個同樣小小的註解 就是說 curl1 所以 我們前面看 那個靜磁場 靜電廠的情況下 b跟時間沒有關 所以 自動的 它對時間的微分就是0 所以就回到靜電廠的狀況 所以這個式子其實適用於什麼呢 適用於 所有 不管 這個磁場 到底會隨時間 變化或是不隨時間變化 不隨時間的話就是0 回到原來的靜電廠 那就curl1等於0 OK 如果不等於0的話就這樣子然後再去算 它就變成非薄手場 然後後面就可以去算一些其他的東西 所以這是下面的這兩個註解的 在講的東西 我們講一下人次定律 人次定律在講這個負號 代表什麼東西 所以這裡面我們看一下現在在畫一個線圈 這個線圈是這樣子 所以有一個線圈這樣子過來 我們假設磁場這樣子畫 OK 那這個線圈圍出來一個面積嘛 這是S 這是C 所以如果我們看 假設我們看這個式子 這邊C跟S S是一個有方向的東西 面積是有方向的 然後路徑也是有方向的 那 這個面積S跟這個路徑C 有方向 所以他們的正向的定義是什麼 對不對 面積可以朝上也可以朝下 路徑可以順時針也可以逆時針 所以我們要定義一下 才能夠適當的寫出那些正負號 因為把它反過來的話其實前面會多一個負號 所以 通常我們是把什麼呢 面積的方向跟路徑的方向用 右手定則來決定 就是說 我繞著這個路徑這樣轉一圈 如果我的那個四根手指的方向是路徑 這個 假設這邊有一個DL 所以如果DL是這樣子的話 那DL圍出來的右手的拇指的方向就是 Ds正的Ds的方向 OK 所以我們現在假設Ds的方向是這邊 那DL是這樣子 那如果是按照這個來看 我們定義出了那個V V在上面 所以V就會怎樣呢 所以我到時候積分就是這樣子積分 這叫正的路徑積分 所以 假設我有一個電荷從這邊這樣推推推推推推 推到這邊 得到了多少能量 是它的EMF 所以EMF的定義這邊是負端這邊是正端 是這一點相對它的多少EMF 所以人詞的定義告訴我們說如果B 假設B隨著時間增加好了 這個箭頭是表示B隨著時間增加 B隨著時間增加那phi就會 負號所以V就是小於0 那V是什麼東西呢 V是假設我這邊感應出一個電場 我這個電場 對路徑這樣子積分 這樣子走路徑是正的 可是最後你積出來 要是負的 表示說什麼呢 表示說 我的induced的電場 也就是說 我們沿著正的路徑的這個方向 定義出來的電場 的方向 因為它全部加起來是負的 那包含什麼呢 這個電場基本上電場推動電流 所以電場的方向跟電流的方向應該是一樣 也就是說 我induced的出來的 感應出來的電場 或是感應出來的電流 實際上是負的 那這個負的的意思 是說相對於 這個路徑的方向 來講它是負的方向 所以 這邊電場增加 然後你就發現 這個磁場增加 那其實感應出來的 電場是反過來的方向 所以實際上的電場 EI 假設EI叫induced 其實是反過來的 那反過來的電場會推動一個反過來流動的電流 那反過來流動電流會產生另外一個磁場 那個磁場是朝下的 這是大家以前就學過了 這個 這個電池感應 所感應出來的電流會產生另外一個磁場 去 抵消什麼 因為 這個電流會產生一個反向的磁場 那這個反向磁場基本上就是抵消什麼 抵消這個正向增加的這個磁場 所以那個 現象上面來講 輪次定義前面那個負號告訴我們是這件事情 所以這裡面為什麼 這個C 壓 S 那個方向要搞清楚 因為當你寫成 數學式子的時候 有時候 就要能夠直接從數學式裡面正確的看出它的物理現象 到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的話我們來看一下下面有兩個好像課本提到的應用 一個叫做 這個 AD Current 假設這是一個導體 然後我磁場 是一個隨時變的磁場 因為這是一整片導體 所以我磁場就會隨時間改變 所以我就會在空間裡面感應出一個電場 這個電場會隨時間改變 所以 假設你這個平板 平板狀的導體的話 這個電場 就會在 這一片導體裡面 去推動一個電流 這個電流就會在這邊 流動 所以這個電流流動之後 雖然這個電流不是說你好像加一個電池用兩根導線 然後形成一個回路 它不是 它是一整片的導體 然後因為磁場的改變 去推動這個電流 所以這個導體如果有電阻 叫Sigma 那 電流流過這個有電阻的區域它就會發熱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 就是電磁爐的 基本的觀念 所以電磁爐沒有火 也沒有那個很熱的那種加熱的線圈 它不是靠歐姆定律的歐姆產生的熱去加熱 它是靠一個線圈 那個電磁下面有一個線圈 所以它產生一個磁場 所以你電磁爐上面 你那個鍋子 可能是要必須要是一個導體 然後去加熱那個鍋子 然後鍋子再加熱你那個 鍋子裡面的 你要去去弄的那個食物 那我們剛才講那個AD-Current 那其實 這裡應該講一下 就是 我們講法拉第的這個實驗 好像 因為從實驗開始嘛 因為實驗你要去量什麼什麼東西 你一定要真的有一條導線形成一個回路 然後去量那個回路的端點 不管是電流或是電壓 可是 當你寫成這個數學式之後 其實這裡面並沒有說 比方說C跟S 並沒有說C一定是要是一個實際上有真正的導線 這個東西才會成立 然後你去做 你就從後面的一些實驗其實你也發現 其實這個電場 就是 我們在這邊畫的東西 你把這個 你把 這個導線全部拿掉 就是只有一個實變的磁場 然後在這邊的話 它其實同樣的會感應出 假設這個實變的磁場 它同樣的會感變出一個電場 但是這個電場也是一個實變的電場 在整個空間裡面 所以空間裡面任何一個地方 比方說任何一個地方 因為這個寫成微分式的話 寫成微分式就是 它就點函數了 數學上面 所以任何一個點 XYZ 只要在那個位置上面的磁場會隨時改變 在那個點上面就會有電場 不管你有沒有實體的導線在裡面 所以我們剛才講的AD Current 比如說 比方說先不考慮 先不把這個鍋子拿進來 我們比方說電子爐打開還沒有鍋子放進 還沒有鍋子放上去之前 其實你打開那個實變的磁場 就會產生在鍋子的上方那整個空間 產生一個感應的電場 那這個時候你再把鍋子一個導體放進去 然後 導體裡面的電荷 電子就會受到這個電場的影響 就開始在裡面流動 形成這種 好像一個漩渦狀的這種電流 所以叫做渦電流 然後形成一個漩渦狀電流在導體裡面流動 因為導體就有電阻 所以電流流過電阻發熱 所以那個是所謂的電磁爐的觀念 大家要記得 導體存在不存在 並不影響這個電場一定會存在的事實 所以關於鍋電流還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們下面再講一個跟渦電流有關的現象 所以這裡面在假設是電磁爐的話 這個渦電流是拿來加熱 加熱這件事情是對電磁爐的應用而言是我們要的一個效果 那可是通常 大家知道那個電機器應該學學學知道 通常知道一個電 電器用品會發熱 通常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比方說你手機講太久了 講到會發熱你會覺得很恐怖 所以另外一個跟渦電流產生會發熱的現象有關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變壓器 所以變壓器基本上是一定會有一個鐵芯 那我們簡單來講 電壓器是這樣子 所以它是類似一個鐵芯 去圍成一個像口字形的東西 所以是這樣子 那所以它會有一個這邊會有線圈這樣子繞 這可能叫一次測 然後這邊有二次測 然後那個電路學老師應該有教你們說 這個V1跟V2 然後N1 N2 等等 N1N2是圈數嘛 然後V1V2是兩邊的電壓 基本上這種變壓器 一定只有AC 的電源 才能夠用這種變壓器去做變換 這個應該知道吧 對不對 你可以把一顆 1.5V的電池接上來之後 這邊變成3.5V出去嗎 應該不行嘛 因為它是什麼呢 就是我這邊一個線圈嘛 所以線圈電流流過去產生一個磁場 然後這個是一個鐵芯 磁通量 通過二次測之後 這邊有一個隨Fy改變的通量 所以會在這邊感應出一個感應的電動式 這個就是我的輸出端 二次端 好 所以這個同樣的 如果這個鐵芯是一個立體的東西 所以我們看一下我這邊會有磁場 通過這個鐵芯這塊材料 如果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我們前文這是立體的東西 類似一個口字型的 那我們看一下如果我看這個截面 這樣看得出來嗎 我就看我的這個截面 所以這個截面 磁場好像是這樣子通過它的 磁通量是這樣子通過的 所以我這樣通過它的磁通量 根據我們前面講的這個AD current 我在這個鐵芯的這個截面上面 其實會形成一個磁電流在這邊流動 那流動範圍跟你Fy是正 Fy的實變率是正還是負有關 所以一旦在這邊流動之後就會 鐵芯嘛 大家知道鐵好像 雖然是導體 可是顯然不是一個很好的導體 所以它其實是有電阻的 所以我在這邊流動之後 其實這個就會發熱 所以 那這個發熱 如果說你這個 就從這邊到這邊那個功率沒有很大的話 那發熱量或許可以稍微忍受一下 可是如果這是一個什麼 是掛在電線桿上面那種很大的 電力的變壓器的話 就好幾千瓦好幾百瓦這樣子過去的話 其實這個熱量是非常的大 那熱量一大之後 你那整個東西就開始變得 溫度就變得很高 一開始的時候 這好像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變壓器的運作一定要有Fy of T 那Fy of T一定會產生感應電廠 實變的感應電廠 所以你這又是一個導體的材料 所以一定會產生涡電流 所以我們要在這些一定一定一定會發生的情況之下 看用什麼方法可以減少涡電流所產生的溫度 那這個怎麼算呢 那個習題 我們之後會出那個課本後面習題有一個在算這個東西的 那我們現在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 我們現在把這個紅色的這個東西把它放大來看 把它畫大一點 磁場是這樣子過去 所以把這個東西放大以後變這樣子 那我現在磁場通過去以後 假設我現在是一整塊鐵片 就這整個是一整塊鐵去不管用什麼方法做出來的 那這樣的話磁電流在裡面這樣子流動 那所以你要去算這個磁電流 會 比方說會造成多少的溫度上升 要怎麼算 我們在算這個我們就直接去算它的歐姆功率 然後你就算在 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我可以至少讓磁電流所產生的歐姆功率 或是磁電流所消耗掉的歐姆功率可以降下來 那當然你還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可以 試著去降低它產生的溫度 所以 有幾種方法 我們剛才講過跟電流I有關 跟這個電阻有關 比如說我們這邊簡單來看 就是我假設有一圈電流是沿著黃色的這個路徑這樣子流動的話 那你偷偷去算出來 其實沿著黃色的這個路徑感應電場 你去算它的路徑積分等等 然後算出來這個電流 可能跟另外一個假設是紅色的路徑 所以其實在這裡面這兩個會同時存在 那其實你可以去算 相對來講你可以去算黃色路徑 電流流過去消耗掉的歐姆功率跟 另外一個可能不太一樣大的電流流過一個不同的路徑 紅色的那個路徑消耗掉的歐姆功率 相對大小多少那是可以算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的電流流動的方式不一樣 其實它消耗掉的功率是不一樣 然後你就可以去經過一番一番一番的計算 然後當然還要考慮什麼呢 還要考慮 這個變壓器 這塊鐵芯到底是怎麼 在工廠裡面做出來的 你不能說我想到一個方法 可以把它這樣子狠滴狠滴狠滴 可是到時候做不出來 或是做出來 要花很多的錢 那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後來大家發現怎麼樣呢 我就不要用一整塊的鐵 去把這個鐵芯做出來 我是用什麼呢 反正說我用鐵片 去把一些很多薄薄的鐵片 所以我要把這個東西切成很多的薄片這樣子 那每一個薄片就是長的是一個口字形中間一個洞 可是你把這些薄片疊起來 那當然重點是這個薄片之間 必須是絕緣的 如果不是絕緣它的等效就是一塊鐵的 沒什麼意思 那每一個薄片中間就絕緣 那絕緣比較好做 就是你上面塗一些絕緣的漆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做完之後 然後把它疊在一起 疊在一起 因為大部分還是鐵 大部分的空間還是鐵 所以你還是可以去把磁場 限制在這個裡面 那可是電流的流動就會受很大的影響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我現在就變成怎麼樣呢 就不是一整個面積這樣子流動 我就被切成這樣子 如果以這個例子來看的話就變成這樣子 所有的磁電流就只能在一個 好像比較侷限的空間裡面這樣子流動 而不是這樣子一大圈的大面積在流動 所以你可以去算 這整個加起來Total的歐姆功率 跟這樣子的狀況下的歐姆功率 其實是會有差的 那你就會發現 你把它切片之後 是會降低歐姆功率 那降低歐姆功率其實基本上是降低 那個發熱的第一步 然後後面當然還有其他的方法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呢 叫做lamination 大家如果去拆一下 有機會啦 去把power supply 變壓器打開來看 裡面的那顆 那個 那顆變壓器 然後把外面那些塑膠東西全部拆掉的話 其實你會看到 鐵芯基本上都是這種一片一片的東西做出來的 另外一種方法是怎麼樣呢 就是 我有沒有辦法在有電廠的狀況之下 因為這個十變電廠一定會存在 在有這個電廠狀況之下 我不要讓它產生電流 這個方法是我讓電流的流動的方式改變 那有沒有辦法就是讓它不要產生電流 我可以讓R變大 或是理想上來講 如果這個東西 變成一個絕圓體 絕圓體就沒有電流嘛 那沒有電流反正我電廠改變沒關係 沒有電流它不會發熱 因為沒有電流流過去 那可是你要同時記得 我希望它可能是一個絕圓體 可是它必須是一個很好的導磁的材料 這樣子你的變壓器的效率才會高 所以當然這就牽扯到材料的問題 那材料通常是比較昂貴的一種解決的辦法 不像你去把鐵芯去切片這麼簡單 所以這是一些不同的想法 給大家一個參考 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我們看第三點 第三點也是 蠻重要的 而且講義的第三點 跟實際上的應用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前面講的好像是一些 原則上的東西 除了ADCurrent之外 第三點就是說 我們現在考慮到什麼呢 我們說V 法拉第的電程也告訴我們 這個等於DeFi DT 那Fi等於什麼呢 Fi等於磁場的積分 某一個面積在磁場裡面的移動 那個面積是這個線圈所圍出來的 所以 理論上來講 這個磁場 這個磁通量是兩個東西的乘積 就是磁場乘上面積 所以磁通量會改變 可能是磁場會改變 也可能是什麼 面積在改變 這兩個東西一層之後 都會變成一個十變的磁通量 都會有V出來 那我們剛才講了很多 好像都假設說這個線圈好像沒有在動 好像磁場在改變一樣 可是實際上 我一個 只要在空間裡面 比方說不均勻分佈的磁場 它跟位置有關磁場 然後我這個線圈 磁場都不要動 可是它隨位置分佈是不一樣的 不均勻的 所以我這個線圈在裡面跑來跑去 它會看到不同的磁場的大小 它也會產生一個感應的電壓 那這怎麼辦呢 第三點 我們就說moving circuit in time-varying fields 也就是說 我除了這個可能是時間的函數之外 我的s可能也是時間的函數 或是我下面這個s是時間的函數 這兩個時間時變的因素都可能造成 都可能造成d5 dt 不等於0 都會造成一個等效的dmf的產生 這邊後面數學有一些推導 那個推導的過程 有些複雜 我們就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看一下 看不懂可以來討論 那我們就把直接結果就寫出來了 因為課本大概有一整頁在講這個東西 那基本上的觀念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前面講過 v基本上是兩個東西相乘 就是phi 兩個東西相乘之後再去微分 那我們知道你那個微積分裡面 告訴我們說假設f含數乘上g含數之後 它的微分是等於什麼呢 就等於f'乘上g prime是對t的微分 加上f乘上g' 所以同樣的 我這個 這個數學的這個過程 跟我這邊的 物理上面的現象是有關的 所以 大家經過那個課本上面的那個推導 其實可以發現 這兩個函數 就是這兩個十變的因素 其實各自會造成一個emf的效應 那這些各自emf是怎麼樣呢 它的第一項是這樣子 第一項會等於 負的b 負的 在s上面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要算這個東西的微分嘛 對不對 所以好像是f乘上g的微分 所以第一個就是f'乘上g 所以f'是什麼 你把對b微分之後 乘上好像一個瞬間沒有不動的路徑或是線圈 所以這是第一項 我先把這個東西對時間微分得到這個 那第二項是什麼 第二項好像應該就是b乘上 b好像在瞬間就不改變 然後對面積的變化 面積隨時間的變化 那面積隨時間的變化我們最後會把它寫成什麼 因為面積有一個 邊界有一個周長 DL 或是C 然後把它寫成 C或是DL隨時間的變化 我們先把它寫出來 然後再加上 DL隨時間的變化造成的效應 就是u cross B dot DL 沿著路徑的積分 這個結果就是請大家 為什麼會等於這樣呢 請大家參考一下 課本的推導 不過這個其實前面有講 大家以前 可能高中物理或大一普物應該有 學過u cross B 好像是一個力之類的關係嗎 有沒有 一個 那個Lawrence Foss 就是一個電荷有u的速度在磁場裡面運動 好像是產生一個力 然後那個力 就是電荷受到力作用之後 然後你沿著某一個路徑 好像就是那個力對它做的功 電荷對電荷做的功其實就是EMF基本的定義 所以這基本上是Lawrence Foss裡面的第二項過來的 那這裡面要注意的就是 這個是對時間的偏微分 因為第一項 第一項是 它對時間的變化 層上後面好像不變 所以前面這項是你只看它對時間的變化 不看它對位置的變化 因為這時候路徑可能會移動 所以這裡面 其實它是對時間的偏微分 那這後面這個u就是什麼 這個u是 面積的變化 可能是移動 可能是面積變大變小 那不管是怎麼樣 它的邊界 它的那個 旁邊那個路徑 DL 都會跟著移動 所以那個路徑一旦有移動之後 那個路徑移動的速度 這個式子意思是說 假設 我有這樣子一圈 然後它在移動的過程裡面 假設它跑到這邊來 跑到黃色的位置 那原來這邊有一段DL 然後這段DL就跑到這邊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DL 從這裡移動到這邊 有一個速度 U 所以這個u 是 路徑的移動速度 然後在某個磁場裡面 所以 這裡面描述的是 路徑的變化 隨時間的變化 就是這個面積隨時間的變化 可以把它拆成這兩項 可以把它拆成這兩項 所以那個 這樣子可以嗎 然後我們看一下講義上面 講義上面說 把這兩項叫做 一個叫 一個叫 EMF的 A 或是叫 VA' 不知道為什麼用這個符號啦 不過 前面這個叫做 Transformer 的EMF 後面這個叫做 Motional的EMF Motional的EMF 然後Motional的EMF 有時候叫做 Flux Cutting EMF 我們現在看一下 為什麼第一項叫 Transformer的EMF 因為第一項是假設 在那個瞬間 面積是不會改變的 就是說 只有電場 隨時電量會 整個東西都是不動的 其他東西都是不動的 那這個就跟我們剛才畫的那個 那個併壓器就很像嘛 因為併壓器就坐在那邊不動 然後一次測的 交流電進來 二次測的交流電出去 所以那個線圈是不動的 所以我們把 純粹是由 十變的磁場造成的效應 叫做Transformer的EMF 那另外後面這項就是 我的線圈 在磁場裡面運動 造成S的變化 造成C的變化 所感應出來的EMF 所以這個運動 所造成的EMF的效應 所以這個東西第二項 第二項基本上就是 應該是所有的發電廠的發電機的原理 都是從第二項來的 因為比如說水力發電 或是火力發電 火力發電也是去燒水 然後水變蒸氣去推動渦輪 渦輪推動線圈在磁場裡面轉動 水力發電就是 水庫的水這樣流下來帶動渦輪再轉 核能發電也是用核能去燒水 然後去這樣子 所以最後其實都是一個線圈在磁場裡面 轉動 有那個運動所造成的 輸出的能量 所以發電機都是 基本上都是從這裡來的 不是從前面來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是磁場的變化效應 一個是運動所造成的效應 那另外我們來看為什麼叫flux cutting 這個或許大家以前也學過了 我們就稍微很快來講一下 所以第二項 這個是其實大家看 現在u,b,dl是三個向量 對吧 然後三個向量 abc三個向量 a crossb dot c向量 是在算什麼 記得嗎 這可能是高中數學吧 我們現在有一個u向量 一個b向量 一個dl 所以這三個東西算出來是 這三個向量為出來的體積 所以它要不等於0 意思當然就是說這三個向量要 都不共線 而且不共面 就是三個一定不可以是在同一個平面 或是在同一條線上面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個dl 這個dl是一根導線 這個導線在這個地方 然後它有一個移動的速度 所以這個dl就這樣 沿著u的方向這樣掃過去 所以這段導線沿著它運動柱這樣掃過去 它一定要切割過這條線 這樣這三個向量才會在三個不同的方向 圍出一個體積不是0的一個立方體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條導線 這是實體的導線在這邊 這條導線 一定要以某一個角度 不為0的角度 去切割過磁場的這條磁力線 才能產生Motional的EMF 所以這叫做 有時候叫Flux Cutting EMF 所以有時候你在看問題的時候 你就看一看嘛 這個導線在運動的過程裡面 到底 這一部分的導線 會不會切割過這個磁場 你就知道這個部分導線 會不會貢獻 EMF 出來 那就是你在設計 如果有機會的話 大家去設計 類似這種發電的 或是做Sensor 或是怎麼樣 的這種 元件的時候 你想要用磁場的感應來做感測 或是做發電的話 你就要想辦法讓 你那個會動的部分 要能夠切割過它的磁場 而且是 有效的切割 最有效的切割 大概是這三個東西互相垂直 那如果 對呀 那個效果 那個它為出來的體積是最大 好 所以 這個 第三點這個部分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那下面我們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課本的7.4的例子 那個Ex就是Example 它講的是一個 在一個十變的磁場裡面的一個旋轉的線圈 那個課本有一個圖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把那個圖簡單的 畫在黑板上 在這個XYZ空間裡面有一個磁場B 然後這個磁場基本上是 跟時間有關 可是它跟 它在空間裡面是均勻的 也就是它跟位置沒有關係 然後它是Y方向 所以它有一個 它只有Y分量 然後它假設有一個 那個磁場的大小B0 然後一個sin Omega t 所以它隨著時間 是以Om的這個頻率在變化 那在這個裡面放一個線圈 那個線圈是這樣子的 我們把它畫得像一點 我們把它畫得像一點 所以這個線圈沿著這個軸旋轉 基本上就是沿著X軸旋轉 所以這個線圈是這樣子在轉的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類似那個發電機有沒有 發電機就是 不要水帶動那個渦輪 然後渦輪上面有線圈 它的線圈是沿著某個軸在旋轉 所以這個是 沿著那個軸旋轉的線圈的一個示意圖 一個最簡單的一個平面線圈 然後這個線圈的一個線圈 這樣可以嗎 這個圖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 所以我們要算什麼呢 它在旋轉 這個面積有一個normal的方向 這個S 所以S是這個平面線圈的面積 我們假設朝下的話 這個S 就是它會旋轉 所以旋轉有一個角速度 或是有一個頻率 假設我們角度從Y軸開始算的話 這是alpha角 那課本是假設alpha等於什麼呢 就是題目啦 題目說alpha等於omega t 也就是說它轉動的那個頻率 也是omega 所以轉動的頻率跟你那個磁場變化的頻率 在這題裡面是一樣的 我們就來算一下 就算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在可變磁場裡面 運動的線圈 它的兩端產生的感應電動式的問題 所以就是包含了 可能包含了這項 可能也包含了這項 那我們就 來算一下 所以第一個 我們來觀察一下 這個線圈基本上是一個方形的嘛 所以有四段 那我們假設這是 這一點 這一點就是第一點 第二點 第三點 第四點 所以 我們看一下 這四段裡面其實不是每一段都有EMF 應該說 不是每一段都有MOTIONAL EMF 但是 TRANSFORMER EMF TRANSFORMER EMF是看面積所造成的 所以這個面 因為通過這個面積的磁場 一定會產生TRANSFORMER EMF 可是繞著這個線圈的邊界 這個方形的這個路徑 不是每一段路徑都會有MOTIONAL EMF 我們前面講過 你一定要切割磁力線的這部分的線圈 才會有MOTIONAL EMF 所以我們看這四段裡面 現在磁場是Y方向 然後這裡面 這四段其實就有兩段 一個是這個水平的 一個是這個斜的 所以這裡面 你的一二 在運動的時候 會不會切割過磁力線 有人搖頭有人點頭 會嗎 會不會 會不會 這個大家可以發揮一下三度空間的想像力 如果想像力比較差的 可以把它變成二維的空間來畫一下 如果我們從YZ平面看過去 你的線圈基本上是這樣子 所以看到的這個邊是這個邊 然後這一段 出來的就是一二線段 然後從這邊到這邊 就是二三或是一四 那現在磁場在哪 磁場在這個平面上 磁場在這個平面上 所以磁場在黑板這個平面 我在黑板的這段線段就沒有切割過磁場 因為它跟磁場是同樣在同樣的平面 這樣看得出來嗎 可是你垂直於黑板的這個一二的部分 對不對 你一二部分那個U是這個方向嘛 所以你在運動的時候其實 你這個比方說有一根 有一根導線在這邊 它其實是有這個這樣子過去的運動 所以這個過去的運動會切割過這個磁力 切割過Y方向的這個黑板上面的磁力線 然後這一段 要記得 這一段是沒有切割過磁力線的 它跟磁力線是平行的在那邊運動 所以它沒有切過它 這個現象上面是這樣的 但如果你很認真的去把所有數學寫出來 你把這個U全部寫成XYZ分量 B寫成XYZ分量 DL全部寫成XYZ分量 你用這樣去算 也算得出來 那個23 23或是14是沒有EMF的 沒有Motional EMF 只有12跟34 那大家最好的方法是 最好的應該是你 物理的觀念可以直接告訴你哪一段有哪一段沒有 所以 Normotional EMF 這個簡單寫的就是23這一段 還有14這一段 就這兩段線段是沒有的 所以有的是12跟34 這個簡寫成這樣子可以嗎 這個課本當然有在 就是你可以用兩種方法算 怎麼說呢 所有的感應電動式的問題 尤其是這種電池感應的電動式問題 你都可以用這個公式算 或是你也可以直接用這個公式算 理論上這兩個東西算出來要一樣的 如果 你同樣的問題用這兩個方法去算 得到不一樣的結果 就表示某個地方有問題 要算 要傳算一下 課本這兩個方法都有算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它分開來算的這個東西 課本有講 大家就參考一下課本在計算這個東西的部分 那要記得就是你算MOTIONAL EMF的時候 其實你只要算其中的兩個就好 那2 3跟1 4是不用算的 那我們最後 那我們在一板上給大家算一下什麼 算這個東西 我如果直接用TOTAL的PHI 去直接算TOTAL的PHI對時間的變化 然後最後的結果就大概會跟你分開來算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看TOTAL的PHI是什麼 PHI of t PHI of t 等於什麼呢 第一個這個理論上 PHI of t要去對面積積分 不過這題問題比較簡單是什麼 磁場是均勻的 也就是說磁場在空間裡面是一個constant 那constant就是說你在這個積分過程裡面 其實最後 這實際上是一個常數 那就把B搬到前面去 然後面積積分 那面積積分就是總面積 所以其實最後的結果會等於 B of t 乘上S of t 這個S是 內積 大家記得 這兩個都是向量 所以這兩個是內積 這是那個flux的基本的定義 所以這也可以嗎 我們這個flux 直接就 在這個簡單的uniform 因為我們說空間上面是uniform 這個例子裡面 就直接可以寫成是磁場乘上面積 而不用去算積分 那這個等於什麼呢 我們就算一下 B of t 是什麼 我們現在B of t 乘上 那個面積還是一個向量 所以這個面積的向量你可以寫成什麼呢 寫成它的normal 乘上它的面積 可以嗎 就這個東西一定可以寫面積的normal normal我們剛剛那個是朝右下角的那個方向 那在這個例子裡面 同樣的這個normal可以隨時間改變 面積的大小也會隨時間的改變 那在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假設說那個面積的形狀 不變 所以它只有轉動 它沒有改變它的形狀 所以它的S 大小是固定的 可是它轉動 轉動就是面積的方向會改變 所以它normal會改變 所以這裡面這個S of t 其實是方向的改變 而不是面積大小的改變 所以要注意 所以這個會等於什麼呢 所以大家就這樣乘一乘 那我們知道這個是Y方向的分量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 先把數量全部寫出來 b0乘上sωt 然後乘上什麼呢 乘上s好了 s是那個不變的那個面積 然後這是這兩個向量相乘之後 它的那個大小相乘 然後另外有什麼 要AY去dot normal的方向 就是磁場的方向去dot 算磁場方向跟面積的normal方向的內積 所以就是什麼 所以這個就是normal 所以這個是phi角 而是alpha角 所以就變cosin alpha 所以你dota出來就是cosin alpha cosin alpha的課本說假設它是ωt 所以就會 所以這邊有cosin alpha cosinωt sinωt就是得到什麼 用背角公式嘛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 1分之1的b0 ssin2ωt 所以很簡單的 你就可以去算一下 v等於什麼呢 負dΦ dΦ dT 然後大家把它微分圍一下 最後就得到 負的b0 sω 乘上cosin2ωt 然後如果大家參考一下那個課本 另外再講 你用單獨的VA跟VA' 然後你可以去比一下 這寫不下了 我們寫在這邊 所以 點點點點點點 最後會等於VA加VA' 那就請同學有時間的話 花時間去把VA跟VA算出來 你就會發現這兩個會相等 那就表示說 你算的就是沒錯了 所以我們這邊講法拉第的 電磁感應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我們還有幾分鐘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繼續講下一頁囉 沒有問題我們就看七之五頁 我們講七之三 Maxwell Equation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從 上學期的進場 已經 進入到十變場了 對不對 因為磁場會隨時間變化 那所以我們就 同樣的我們就是把 我們現在已知 包含 這個法拉利的這個 實驗的結論 把這些已知的結果 全部把它用 Maxwell Equation 的形式再寫一遍 那我們知道Maxwell Equation 所以就是Curl1 等於什麼 然後Divergence1 通常我們是這樣寫的 我們把兩個Curl寫在一起 CurlH 然後 DivergenceD DivergenceB DivergenceB 所以現在就我們 匯的東西我們來看一下 Curl1 Curl1 等於什麼呢 剛才我們前兩小時都在講的東西 不要忘記了 Curl1就是 到底電廠是不是保守廠 在十變廠之後 不是 那不是就會等於什麼 負partialB partialT 這是法拉利定律 其實這裡面每一條都是一個 都是一個所謂 大家一開始學電學或是磁學的時候 介紹給你們那些偉大的科學家所發現的定律 這是法拉利定律 CurlH是什麼東西會產生那種 封閉磁力線的 磁場的分佈呢 就是電源 電流嘛 這好像是 安培定律是不是 所以這會等於J 那DivergenceD 這是電廠有沒有閃度 有沒有通量 所以會等於Roll 這是 酷冷定律 OK 那最後這個沒有什麼定律 因為大家找不到什麼東西 因為它等於0嘛 所以好像沒有名字啦 所以目前我們知道的東西是這樣子 另外還有一個我們前面講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那觀念是什麼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電荷要守合 至少在電磁學的這個範圍之內 電荷要守合 所以除了這四個之外 電荷守合我們前面講過 這個是電流的閃度嘛 電流閃度就是電流帶出去 往外流了多少 那電流流出去是帶走電荷 所以這個東西加上電荷的變化要等於0 所以這個東西是我們假設是一定成立啦 因為電荷的守合 那這些東西是我們認為到目前為止認為電磁場要滿足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你就去算一些數學啦 我們現在把這條式子 我兩端取divergence 為什麼呢 因為右邊是j嘛 所以我這個式子兩邊取divergence 我們現在是在算數學了 這個部分沒有什麼物理現象 就是divergencej 那divergencej會等於什麼呢 按照我們要求要成立的電荷守合 會等於這個東西 那現在假設電流是要流來流去 就是會十變的話 如果這跟時間有關的話這就不等於0 就至少在某些情況之下 這會不等於0 可是 這個東西 這一項 這一項是什麼 這項是某一個向量場 某一個向量場他取curl之後再取divergence 大家回去翻一下 第二章 這個東西會橫等於0 而且橫等於0是什麼呢 不管它是不是磁場 只要是任何一個好的向量場 它橫等於0 這是數學上面可以證明的 這叫Vector Identity 第二章 雖然就發現物理上面我們要求的這個物理現象還有前面做的所有物理現象歸納出來的東西 最後推導出 這東西可能會不等於0 可是數學上告訴我們說它要等於0 所以顯然有某些地方就不對了嘛 因為一個東西不可以同時又等於0又不等於0 所以就表示說 數學是一定對的啦 所以就表示說 我們前面這裡面有某些東西 還沒有出現 還沒有出現 所以這個不是完全正確的 Maxwell Equation 那那個就是我們要 在 就是7.3這邊要跟大家講 缺的東西是什麼東西 要怎麼把它補回來 所以那個部分我們就下次上課的時候 我們再從這個地方開始講 好